你看整个都照不着了 整个都照不着了 当年撑几色还留着这样吃的 据说在这个家属那里藏了一个神秘的吊锅 神秘的吊锅 对 人说是在十三 有人说在十五 没有门头 没有电话 看到了 有看到 是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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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没想到 是不是没有门头 没有门头 一样肉动锅 吃出咋样 一句 一句 一看 画一样还没有罗地儿了 对不对 哎呀 还在这 这吊在哪 这应该是个指甲来 指甲跟着我玩着都这个样 食物在这 口感好 有冷有香 你来什么软筋香 还有啥头来 快点 哈哈 你再发烧 刚这个样子我主要是带屁 带点这个胶筋这个 它是晴唐炖子 晴唐炖子 有晴唐有红红 来呀 飞哥唱唱 诶 这是小家的旧晃是吧这是 旧晃 咱们再来点糖 诶 嗯 可香啊他这个 当年成吉思还留着这样吃 哈哈哈哈 嗯 哦 淡淡带点添味了还 然后猴味 桑子腰呢 我说带点辣辣的 那是胡椒 胡椒 净霜 不拟 没啥善味 怎么带起来 你不唱上都不对 嗯 嗯 烂身烂了 批来 做起来也没问题了 它这儿的锅是只有羊肉锅吗 羊肉锅 牛肉锅 哪个 泰骨 哦 泰骨 还有个玉果 另外还有 还有那种的煮绳碟 这是三子 三子是大尺啊 帅 帅 不帅种不种 也可以是吧 这家小店主打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吊锅 形势看着很稀奇 不过不少食客们觉得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加菜不太方便 所以就会和老板要求换成普通的锅 如果您觉得吊锅比较新奇 也可以和老板提前说 店里锅的种类也是相当多 都可以做成清炖的或者红焖的 像羊肉 牛肉 排骨这些基本甜甜有 其他的种类可能需要提前打电话确认 吃完肉之后可以涮菜 还有特色的散丝和竹上面 这个二楼好隐蔽啊 这是要走楼道啊 哈哈哈哈 在这边啊 哦 哦 所以可以从这直接上来都好 我们要的就是特辣的 然后这个锅确实越吃越辣 问的是啥呀 这里头是 这个是牛腩 牛腩 里头有什么 哦 看 看起来就很软烂的样子了 是 没算是老客了吧 哦 第一次来 哦 你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在小屋书上看的 用鱼小的还好 还要好 光看图片以为是照片 嗯 然后没想到来吃 味道确实不错 小店整体有两层楼 有包间也有大丁 大概有十来张桌子 因为在居民楼里 所以也谈不上有啥环境 不过你要是想来的话 一定要提前打电话 预约上 刚才清汤的在食客桌上产过了 我们又点了一份128元的 红焖带皮羊肉 一起坐下来好好尝尝 这红汤的味道究竟怎么样吧 刚开始我就一直觉得 它是红焖羊肉 配菜上就完全不一样 炸过的千张 洋葱 老豆腐吧 然后还有 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吃 先吃这个 那咱问一下老板 它这一份的话 是一斤半的熟肉 它这个料味相对淡一点 更多的还是羊肉 本身的那个香味 会更足一些 你吃起来的那个肉啊 微微的会带上 那么一点点甜头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山味 吃起来会非常非常的软烂 就说完了 可以说说这个 伞子哈 还是酥的嘞 这伞子真的很解散很过瘾的 而且这伞子 不要直接把它压到汤里头去 在上面慢慢煮 对 吸着汁 然后下面变软了 上面依然是那种 焦焦脆脆的感觉 我们的面 来来来来 这是煮好给的呀 对 不是自己煮的呀 有能要求自己煮的话 就自己煮 咱就直接来一口吧 甭管肉有多好吃 最后一定一定留点肚子 给这个面 咱喝南汉吗 烧不了这口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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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